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圣堂的阴影 神探敌人结传 今天咱们讲第九回 成功法则 课电双尸案的第二回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 跟着掌柜走北京 考验掌柜朗诵的功底的时候到了 上一回 咱们的客电双尸案开了个头 有人报警 一大早 县衙前有人大喊 啥人了 这一回咱们继续讲 被这个人啊 这么一吵闹 值班的牙役就都起来了 县衙的大门终于开了一个缝 刚开一个缝 那人就疯了似的挤了进去 分开众人 就跪在空空的大堂上 朝着大堂上不断的叩头 嘴里不停的喊 小人冤枉 求青天大老爷做主 小人冤枉 其实这个时候 敌人节还没升堂 大堂上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这个人已经慌乱的顾不上这些了 就是在那冲着空空的大堂 不住的磕头 嘴里念念叨叨 开门的牙役一声呼吓 几个值班的牙役就从班房里冲了出来 手里拿着铁齿不由分说 就往那人身上打去 打得那人蜷缩在地上 两个牙役 把他架起来 重重的就丢在了衙门大门外 那人双手抱着头 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一个班头走出来 用手中的铁齿指着那个人 跪好了 赶在这儿撒野 等着老爷升堂发落 同时对其他几个牙役低声说 看好了给我 别让他跑了 我去请敌大人 两个牙役一左一右 站在了那人身后 这个时候 远处 从那人跑来的方向 闹哄哄地涌来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壮汉 壮汉显然和几位公差认识 相互寒暄了一下 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台阶下 用手指着跪在地上的人 高声禀报说 启禀敌大老爷 小人地保留二 向大老爷禀报 这贼是镇东头的店家赵四 今早有住他店里的客人 死在他的店中 被我发现 不料他竟跑来 恶人先告状 其实这是 这是规矩 是吧 明明知道老爷还没升堂 这是说给牙役们听 告知牙役们 显然 这个壮汉刘二 是个很有经验的人 说完了这些 朝着两位站在他那人身后的公差 行了个礼 才对几个跟他一起来的人 吆喝着 给我看住了他 看他在往哪跑 原来一大早 就慌慌忙忙跑来告状的人 是镇东头开旅店的赵四 听说真的出了杀人案 镇里的人一下子就都紧张起来 整个小镇也都轰动了 所有的人几乎都聚集到了县衙 只等着大老爷升堂 过了好久 敌人节才慢吞吞的升了大堂 一拍金堂木 大喝一声 把击鼓人带上堂 赵四被带上了大堂 战战兢兢的禀告 小人是镇东赵家店掌柜赵四 昨夜有两个湖州来的客人住在小店 今早天不亮就走了 小人将二人送走了 就关门睡觉了 不想天刚亮 小人店内的伙计打扫院子的时候 就听见门口有动静 顺着门缝一看 就看见本地地保刘二 带着几个泼皮 正把两个死人抬到小人的店门前 小人跑出去一看 正是今早早起的客人 可是不知让谁杀死了 那刘二硬说是小人 硬说是小人杀的人 向小人索要五百关钱 否则就要到大老爷这里来告发小人 可是小人分明看到他 是他在嫁祸给我 大人为小人做主 小人冤枉 这赵四你看 虽然惊慌 但是讲话很有条理 头脑清楚 这事说的很明白 敌人节还是慢吞吞的 帝宝 刘二何在 刘二等在县衙门口呢 听到狄大人问 立刻就应到小人在此 也进了大堂 跪在赵四身边 小人今早接到报告说出了命案 于是跑去查看 发现两具尸体倒在赵四的店门前 所以特来向老爷禀告 洪亮 敌人节的那个手下洪亮 凑向敌人节身边 低声说老爷 这两个人小的认识 确实是开店的赵四和帝宝刘二 敌人节盯着下面两个人 看了一会儿 站起来 跟身边的人说 走 咱们一起看看去 一行人来到了震东头的赵家店 两具尸体还摆在地中央 显然这两个人都是被人用刀砍死 一个人在上 另一个人被压在身下 两人全身都是血 看不清模样 低拱走到进前 俯下身子 死戏地看了看 洪亮在一边 再次低声地跟敌人节说 大人 这两人显然是受刀伤而死 洪亮又看了看四周 可是小人观察 此地地面上并不见很多血迹 所以这二人应该不是死在此地 应该是死在别处 被医师到这里 听完洪亮的话 敌人节点了点头 直起身 大喝一声 来人 把地宝刘二拉下去 打四十板子 然后带来见我 众牙一不由分说 就把刘二拉到一边 摁在地上打了起来 这时候有人从店里 给敌人节摆上了座位 被打得浑身是血的刘二 被拖到敌人节面前 敌人节阴沉着脸 对刘二说 还不从事招来 你到底是为什么 要栽赃店家赵瑟 现在啊 慌张的就是刘二了 大人真是料事如神 这两人确实是死在镇外 今早被小人撞见 于是小的四下询问 前面的王家店的掌柜说 这两人都是住在赵家店的客人 赵家店和王家店素有不合 这赵四平日就是个刁民 小人觉得必是赵四嫁祸 他店中遭了强盗 死了人 却遗失到镇外 一是避祸 二是嫁祸给王家店 而且小人听说 赵四和王家店老板 曾经发生过争执 所以小人将尸体移回到赵家店前 以正视听 洪亮凑近敌大人 大人 镇东口却有一家王家店 店主平时比较爽快 所以店家主人的人缘很好 这个下巴跪的 这赵四抠门 所以很多人都讨厌他 敌人节轻轻一笑 朝着一边的陶干 招了招手 然后对洪亮和陶干说 你们俩跟着刘二 去今早发现尸体的地方看看 可有什么线索 快去快回 一会儿回县衙 禀告 洪亮陶干 这就压着刘二 领兵走了 敌人节又对乔泰说 让乔泰留下来 留在这儿 等武座 等武座到了 乔泰陪着一起验尸 也是 看看还有什么发现没有 然后才把马戎叫到跟前 低声的在马戎耳边耳语了几句 如此这般 马戎领命带着刘二的几个打手 走了 这一切都办完 是吧 看着现场也被保护起来了 敌人节 这才不慌不忙的回了县衙 赵丽开始办理每天的公务 马戎压着刘二 和刘二的压着刘二的几个手下 去了牢房 这敌大人似乎不着急 说这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命案 怎么现大老爷不着急呢 我跟你说 确实是不着急 因为什么 没责任 按照规矩 是吧 把该干的活干了 干了就完了 跟着就是验尸 然后填个表格 把尸体一埋 这事就就完了 这就是该干的 这种无名尸 是不用破案 因为什么 因为根本他就不会成案 明朝对官吏的考核 只有官吏考核的 考核的项目里 确实有破案率 结案率的 但是所谓的案子 前提是要成案 成案是有要求的 成案之一 成案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有原告 一个案子有原告 然后就成了案子了 这样的案子 你破不了 要计入考核的 将来这样的 破不了的案子太多 它影响你的考计 三年五年一次考计 你考计成绩不好 就直接就下课了 这种杀人案 反而不是大事 因为什么 没原告 只有说将来家属找来了 那才能成案呢 但是家属来告的可能性极小 为什么 因为家属根本就不知道 人死在哪了 你想吧 那个时候人人出门 一走就是一年 是吧 有些人一走就好几年 要是没人往家里送信 家属你说哪找去 所以这样的案子 通常都根本就立不了案 故事里 你看好多电视剧 电影里说 说死了人 哎呦 你看那大老爷那兴奋呢 现实中 我跟你说 当官最主要的就是 别给自个找事 大事化小 这是当官的秘诀 没事最好 别找事 是吧 现实中 才没有人 说跟那个电影 电视剧里 说我烧脑去破案 绝没有 所以你看 狄大人不着急 而且也不多问 他关心的就是 知不知道死者是谁 一旦听明白 这是俩陌生人 而且都死在这了 没人会给家里去送信 店主赵寺 虽然可能知道一点线索 说死者是湖州人 但是肯定 他也不会给自己找事 这个案子就问题不大了 剩下的 第一大人所谓的调查 就是就是看看有线索 没有 有线索 咱们就问问 没线索 这事就压下来了 这是会做官 真正的官要这么做 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 是吧 死个人就出了天大的事 在古代这事 才没有人重视呢 武作填个表 象征性的问问 这个案子就过去了 当然有些案子 是吧 如果案情特别古怪 说引发了民间的恐慌 是吧 会有上一级的官吏 要求限期破案 只有那样的案子 才是必须破的 但是我跟你说 在古代 官官相护 哪个领导没事 给下属找那个麻烦 要是出了这样的事 上级领导要求限期破案 我跟你说 那肯定是下级官员 得罪了上级官员 那都是借题发挥的 官场的事 你要是 你要是想不出事 是吧 那真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然后看看这件事 有没有立功的可能 你看敌大人也调查一下 那是看看这件事 有没有立功的可能 先把这个事压下来 平息掉 敌人节会做官 让牙医秘密的调查一下 那是看看有没有线索 有线索就追查 万一有立功的机会 是吧 能破案 咱也别放过 没线索就不言认 神探都是这么干的 先别吹牛 神探都是破了案以后 再吹牛 慢慢悠悠 踏踏实实 最后这样的官吏 通常业绩都非常好 先把和 先是 是吧 敌大人回到了衙门 等了一会儿 先是洪亮和陶干 先回来了 刘二说的是事情 案发第一现场找到了 那雪记也找到了 确实 案发在镇外 第一现场就在大道边 四下空旷 并没有 也没有什么可以 可以发现 敌人节 刚和陶干 陶 刚和洪亮 陶干 这说话 刚说了几句 突然乔泰 慌慌张张的 跑进了衙门 大家还记得吗 乔泰在哪呢 乔泰被大人留在赵家殿门口验尸了 禀告大人 出了怪事了 怎么了 死人活了 乔泰一脸迷茫 不是死人活了 是 是错了 死错人了 死错人了 怎么可能 人死错了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讲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全拼 掌柜这本狄公案 将在公众号上发表文字版 欢迎大家关注 分享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全拼